如果你在半夜十二点看到一个可爱兔头的动物赶紧跑 否则它就会找你玩 夏天的晚上除了热还是热 宿舍的大火都热得睡不着 这时不作死就不会死的三炮提议讲个故事冷一下 于是三炮点燃了一根蜡烛放在地上 我和鸡哥也跟着坐在周围 吓坏你们可不要怪我啊 在以前这个宿舍住着三个人 有天他们在宿舍打破课 其中有两个人串通一气去骗另外一个人 最后把那个人骗的那裤都数没了 得知被骗后 一时没想开竟在宿舍里当起了鞦韆 三炮讲完后 我和鸡哥听完都哈哈大笑 二狗冷哼一声 老套又臭又长一点都不恐怖 听我讲个有趣故事吧 二狗还装出一副奇怪的表情 有个人总喜欢半夜三更在街上溜达 这天他溜达到一条小路 看到地面摆着一根一根的胡萝卜 于是他打算跟着萝卜走 看看会走到哪里 等他走到最后的胡萝卜时 竟看到前面有一个可爱兔头的动物 最后你们猜怎么了 大火瞬间不敢出声 他会在一瞬间看到你的后背 瞬间大火吓得不知所措 纷纷躲回床上 二狗这时很得意 不禁嘲讽几人 哼真是胆小鬼的东西 我要上厕所了 然后随手拿起一根香蕉走出宿舍 因为这栋宿舍楼都没厕所 我们如果要上厕所就得走这条宿舍楼后面的小路 到工地上公共厕所 他走在小路上感觉有些无聊 于是拿出香蕉边走边吃 这时他看到前方的路面摆着一根一根的胡萝卜 一直延伸到公共厕所 什么人这么没有公德心呀 乱丢东西 他走过去正想把胡萝卜捡起来 突然他想起自己刚才讲过的那故事 这一幕怎么和我讲的那故事很相似 随后他又呵呵一笑 很肯定是那三个胆小鬼搞恶作剧想半人吓我 这点小伎俩看我不把你三个小花菜反过来打一顿 于是他马上跑到厕所门口 竟当场吓尿了 只见眼前站着一个比他还高半个身的兔子头 他双眼圆瞪 手里还拿着一个不断滴着番茄汁的胡萝卜 二狗还是强装镇定 你们三人他喵的真是人才呀 整得还有模有样的另外两个人啊 突然兔头人发出了可爱的笑容 这是一阵冷风吹过 突然他大喊一声 有非点 然后转身就跑出厕所 他回头看那个兔头人正举着胡萝卜追他 还好兔头人追不过他 然而就在他有些得意时 突然脚一滑踩到了自己刚才扔的香蕉皮 狠狠的摔倒在地 等他反应过来 兔头人已经把萝卜送到了他的嘴里 看出了他的后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